最近很多人问老李怎么看待炒股这件事,其实很简单,我们普通人把炒股当成娱乐就好了,重点还是要放在你的工作上,因为你只要足够努力的工作就能满足你的生活了,想赚大钱无非就是你的想法太多,欲望太多而已。 股市里面充满了贪婪、恐惧和复杂的人性,但是真正能在股市赚钱的人,是把这些复杂的东西变得简单的人。 巴菲特的儿子辍学后曾向巴菲特借钱来缴纳农场的租金,但是巴菲特没有答应,理由是,钱会让他们之间简单而纯洁的父子关系变得复杂。 如果你是亿万富翁,你会做到吗? 五千年前老祖宗曾告诉我们大道质简的道理,但是在炒股这件事上,大家都很复杂了,今天看看这个,明天问问那个,好不容易一只股长了还因为恐惧没拿住,每天我接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,哪只能长? 我也很无奈,我实在是不知道答案,为什么散户都问这些问题呢? 因为他们太穷了,炒股的钱可能是下个月要交月供的钱,他们赔不起,他们想赌一把就赚。 亚马逊的CEO曾问巴菲特,你的投资理念那么简单,为什么别人学不到呢? 巴菲特说,大家习惯性的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,没有人愿意慢慢变富有。 股市法则是什么? 七个亏钱,两个不亏不赚,只有一个赚钱。 希望每个进入股市的股民都能明白这个道理,既然你不是专业的,就抱着平常心就好了,很多人一辈子炒股都像是在赌博,只是把麻将桌搬到了交易所而已。 。